好 主播 画面就可以直接看到 这两具外星人的遗体 这是在墨西哥国会举办的 第一场不明飞行物听证会 而外星人的遗体呢 是由幽浮学家莫森所公布 他说这两具遗体的样本呢 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 其中一具甚至还有怀孕 至于这两个外星人 是在秘鲁东南部城市发现的 也就是过去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 那么事实上莫森过去 也曾有过类似的发现 不过后来被证明是人类 儿童木乃伊 然而呢 现在他说 从DNA鉴定去看的话 这两具遗骸不属于人类 也不是地球上任何已知物种 用碳14检测后发现呢 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未知DNA 因此他说可以确定这两具遗体 不是地球生物进化 或者是演变的生物 以上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